大家好 欢迎来到毕业光沙 给大家带来两盘国战录像 从来没给大家做过野心家的录像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盘野心家录像 野心家这个东西在国战里 真的是机缘巧合 再加上一点点运气 一点点实力才能获胜 野心家真的比内奸还难赢 而且野心家你并不是说你想遇到就能遇到 有的时候你可能你的武将实力强 然后有机会一条棋 但是你的身份决定了 你并不能当野心家场上的势力 你并不是第五个同国势力出现 对不对 所以说野心家赢一盘还是比较困难的 然后的话看一看野心家的比赛还是蛮有趣的 而且今天这个有一盘比赛特别逗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通过野心家的比赛 就是大家也能看一下 当你成为野心家以后 到底该怎么玩 你其实和内奸是一样的 或者说和独国 有时候你一个人一国 其实也是一样的 看一下今天的比赛吧 当然对野心家这个角色 大家也就是平时不要抱什么奢望 就是我一定要赢野心家什么的 抱着一种随意而安的态度就好 有的时候你能当一次野心家哪怕不赢 其实也是蛮有趣的一件事 你看看比赛录像 这个好不用说了 真机曹批啊 夫妻组合夫妻档 朱连毕和这个B选 没有任何疑问 不过他的排量是有问题的 应该把真机放在前面 方力剑吧 嗯 这玩家叫恋恋练足 七八区的玩家 找了一个上上家盲居了一下 也问题不大 留杀防弹蛮 然后由于是曹批嘛 曹批真机这个联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武器他要要就给他呗 也无所谓了 自己留杀防弹蛮 这个外上果然是强盗中神推的笔头啊 杀出一个曹操了啊 这个排降还是有问题的 大家注意一下 冰了一下下架 问题不是很大 然后这个曹曹人就直接亮了 聚首了 聚首的话 他冰下架也问题不大 就是防止下架要动的武将 对他的队友双双造成危险 这个161的也没有动 挂两个装备过 曹人聚首亮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这个又放了一个南蛮 南蛮不好说 是不是魏国啊 当然很像魏国啊 这曹操不敢期啊 这个地下诸杀 应该就是流杀还是很不错嘛 当然了 看看这个165的 这个165在有两个魏国的情况下 还盲于这个 这个三血不卖血的 这个165的基本就是铁卫了 跑不了的魏国了 不然的话不会这么打 然后这个刀杀 把这个香香大桥的 这个也算小boss级组合给杀上来了 直接流离给曹人 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165的铁定是魏国了 跑都跑不了 顺一下 那这个150的去杀这个去杀他 他肯定不是魏国啊 果然司马 司马国家一个大boss又杀出来了 看看还有没有魏国啊 如果没有魏国的话 咱们主持角到他就可以亮了 可是这个紧接着这个81级的就循运亮了 这个现在亮将 把这些魏国纷纷都亮出来是没有问题的 魏国我之前也多次讲过啊 就是 就是前期通过卖血 卖出来的牌 打出前期的一波优势 直接建立优势啊 这个还看了 这个有什么可看的 就直接都打就可以了 管他什么呢 对不对 这个都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大萝卜说拼我啊 弄香香 这个能拼吗 这个都是三血 怎么拼啊 沙沃龙 你这里完全没必要看 都都不是一伙的 这个你就是四位国赢齐了 冰一下曹丕 当然的话 我觉得可能冰一下下架更好 因为下架马上就要动了 我这个孙权周蔡远比额也都亮了 这个时候都亮将 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微博已经全都亮了 这个主持人也立刻亮了 把这个群域翻掉 也没有问题 因为翻四马国家并没有什么意义 四马国家本来就回首外武将吧 翻这个群域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厂上所有武将都明了 那就看看怎么打 当然这个真机操批也可以晚上亮将回血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这个凉血还是很危险的 草涛怎么竟然没有傻吃了一记酒沙 没有傻 洛晨估计被这个司马改的姨妈了 可以恢复一下体力 然后无险到这个兵了 没什么必要的话就不用动了 这一支笔会重录一下 对 这个时候就没什么可看的 什么可看的 看一下 我用曹操没有问题 曹操一血 看能不能带走曹操可以亮方片 可以亮方片吗 防止这个大桥的乐 让他拍出去以后乐还少了呢 对不对 为什么要亮红槽呢 两方片都好 两方片的话 这个可以就是这个亮的就有问题啊 两方片的话 这个明显是 可以节省一个那个乐啊 就是让他少乐一个队友 司马国家试诺刀过了没杀 火技直接火技操操 那黑牌没有问题啊 握龙火技的话 就一般都是亮黑牌 开一个55 这个55开的 并不是特别好啊 指标可以拿万件 嗯对 没有问题 95开的并不是特别好 我说场上八个全量的这么大群战 还是比较有趣的 拆了一下寒冰 我个人感觉寒冰拆的意义不是很大 寒冰还不如拆手的呢 卸掉 看看有没有啊 有个桃啊 不舍得敢啊 所以用了无限 要直接破啊 看我我龙头一张手牌是什么 直接无卸掉 你这个曹操你是寂寞吗 你真是寂寞的不行啊 这个肯定要卖血啊 翻了 这个曹人翻掉啊 虽然有乐点也得翻掉啊 这个卧龙头没手牌了 你还火龙的无限 人太寂寞 寂寞的不行啊 然后曹操说二吧 看能不能带走卧龙啊 他之前破过了 黑盘改一下 直接凉血 这个看屋中 哎呦我的天呐 这盘序啊 盘序真捉急啊 盘序是捉急都不行啊 又一记九杀啊 这个是有赏啊 这回 这时候主持人可以考虑情况看看爆发不爆发 答案的话很难很难爆发 有这个司马 开个关键 看看能不能收各马源头 就看孙前有没有桃 孙前有桃可能像比较大 因为之前过牌过了很多 看司马过架 好 潮人出个桃救一下 这个没有问题 反馈了一下 那他这个乐没有先乐是在考虑就是放这个湾间 看看到底能带走谁 能带走乡乡啊 还是带走国家司马 看到底能带走谁 才考虑这个乐 但是就是比较幸运啊 这个司马没有反馈走这个乐啊 说走了一个人头 那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去乐了啊 自己吃一个桃 这个收个人头 这个桃比较好啊 可以吃的桃过就可以了 我个人感觉杀这一刀都没有必要啊 因为曹人翻面状态 你这个杀下轮杀是一样的 正好三手牌过比较好 大乔给这个曹涛贴了一个乐 看一看吧 直接贴锁 应该有杀会杀孙权啊 肯定是不能杀这个大乔大乔有琉璃 那看一看司马能不能有空桃改叛 就亮夏侯敦多过牌 这个时候也没有问题啊 赶紧多过牌 我之前的话夏侯敦为什么不亮呢 前被打了好几下夏侯敦都不亮 这行与 不是要留有连弩啊 就是等连弩爆发啊 这个司马司马国家应该是没有 没有红袍了啊 手里不知道留个什么盘啊 当然可以考虑留一张方片 如果有红袍 改一下这个真金的姨妈 当然他刚才弃牌的时候弃了两张黑牌 直接派曹仁 没派死啊 曹仁还有9 那司马托管了 表示手里也是黑牌 一张火刹 看看能不能带走曹仁 带走曹仁的话 就很有机会爆场啊 因为曹仁一堆牌都是他的了 这个刑伤 那那那那很有可能清场了 真的很有可能清场了 对 无限调 这个时候就是有联弩啊 之前联弩流的非常正确啊 那个联弩肯定要留的 留地 那这个就是一波清场的节奏吧 没有任何悬念啊 这个之前留联弩是非常非常理智的行为啊 拼甲的时候也没有就是 没有把那个联弩拼出去啊 这个琉璃就琉璃吧 你再琉璃也已经无济于世了 怎么说呢 整体来说还是打的还不错 嗯 然后的话加上一点点运气 这个双方厮杀的都比较激烈 当然的话真机草皮 其实怎么说呢 虽然看似偶然 其实 其实影也在必然之中 就是就是场上血腱都特别惨 只要死一个人让草皮收尸 另外的话真机如果说司马控不了的话 他本身还有爆发 这个有联弩 然后收拳场可能性其实还是非常大的 这个剩下的话 这个宋泉周泰的话 这个这个状态再去打真机草皮完全打不过了 原来是好状态能打 现在这个状态是完全没有没有任何希望了 基本上就是等死的节奏了 直接一杀 几个田就死了 三个田 什么田啊 哪有那么多农民啊 那个什么什么不屈啊 然后咱们再看一盘啊 再看盘这个属国的 这个没什么说的啊 黄忠孟霍 哎呀孟霍孟霍在这个国战也是非常非常弱的一个武将啊 但是这个大家不要低估孟霍啊 就看完这盘比赛也就会知道孟霍也是一员神将啊 黄忠当然黄忠就是在国战里可不像身份局那么白板啊 黄忠在国战里挺强的 就是突然冒出来一击九杀 都是非常给力的 这个张飞不会要鬼子进村啊 直接出来就是进村这个剿灭全场的节奏了 直接第一轮晾将啊 个人喜好没办法 一个万键开出来 看看能不能射出来射出来个把人啊 貌似 貌似没什么人被射出来 然后这哥们也说要死了鬼子来了 当然张飞他简然亮亮他就肯定要选择盲鞠嘛 然后他把这些三血的吊血的都联系来 他是想先解决吊血的 反正你觉得你要盲鞠的话就是就是盲鞠这些三血的啊 毕竟你已经三血了数多再有三血的几率还是相对来说要小一些的 也就到下家下手了 我觉得可能去打一下上下会好一点吧 上加三血 反正这个我都无所谓了 他既然想亮亮他就准备干一空的 啊 一个株连闭合的吕幕啊 吕亮亮没有问题这个是被打被被打的被会亮亮了 嗯 当然的话这个时候孟霍黄中其实也没有什么亮的必要 这个张飞黄中亮出来就多死你这个时候自己在亮 对不对 万一场上这个鼠国很少 你基本上就鼠国叽叽死弥打了 挂个武器破就可以了扔口酒 对破就可以了 看一看 看一看还有没有人亮 吃个桃 哦天呐 贝贝亮了啊 贝贝加月鹰啊 这个组合还是比较不错的 月鹰有过牌 保证刘备能回血啊 直接盲局三血的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天呐打个大僵尸啊 一个乐贴过去啊 陆神将出来了 陆神将一副不屑的样子 你敢乐我 刘备的话应该会给张飞这些牌 当然他不敢给太多了 张飞被乐了 好马超祝荣啊 这个组合也是很不错一个组合啊 这个孟霍没有武器啊 因为毕竟有三个鼠 嘛他还是第四个鼠 这个没有比较武器啊 马超家祝荣就是强命加猎刃 还是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组合 然后手还挺长 挺长加 -1基本上快打全场了 这个时候就大家分分量量都很正常 你鼠博都出来了嘛 没有什么必要不量量了 我我觉得你要是就量一个庞德 这个真没啥比较量啊 庞德这个没什么比较量了 就白宝 那你不量另一个将 我觉得那这171的你就没必要量将 就直接去搞这个助容就可以了 你没发动技能 当然很不幸 这个58的也量了 是个赵云 这是赵云加刘善的 还是赵云加诸葛呢 大概就是这样的 不是赵云加刘善 是赵云加诸葛 主持人啊就这么这个遍野了 当然这个陆逊自己一伙了啊 陆逊周太自己一伙了 他是去杀助容 看能不能收掉助容 还真的 哎呀 助容还真的有一个桃啊 直接三千两人刀拍过去 反正觉得拍他也可以吧 毕竟刘备可以回血了 先做连一下 全都给连上 其实可以考虑给自己打无限啊 当然自己自己在链子上 自己在链子上容易被污伤啊 然后这还有这么多鲁奔的 看有没有人救啊 旁逗救了一下 非常好 刚才无限 我觉得个人觉得 这个别让自己在链子上比较好啊 如果摸到沙的话 就是可以晾将了 晾将是可以收人头的 不然你收不到那四张牌 可以把那个注容马超带走 那样的话 我觉得亮梦获不亮黄中 因为反正那个注容也没也没闪 亮黄中干嘛 这个我感觉就是亮的还是有问题的 应该是这位玩家叫学马力 二区的玩家忘了说了 感谢他的录像 这个我感觉你应该就是亮梦获 不要亮黄中 黄中再藏一下对不对 因为的话 这个这个注容本来就没闪了 然后咱们接着看 当然蜀国有月鹰就不会放弃啊 有月鹰一切就有可能 火沙拍过去 看看 那鲁布死掉了 这是有月鹰的话 数过真的是一切就有可能啊 你看自己在链子上 这个受牵连了吧 不过紧接又开了一个武器 这个梦获这个神神国字武器啊 就非常给力 那个刘备把杀是应该全给这3D了啊 彻底裸奔着玩 杀一刀赵云看赵云是流善还是诸葛这肯定不是流善啊流善直接亮了啊 诸葛 果然是诸葛 那个不是流善 不过这个时候量没有问题 其实上一门其实之前就应该亮了 之前就应该亮过牌啊 有没有没有必要不亮 诸葛 你诸葛亮可以自己过一下牌 然后还关一下下架牌 亮了亮的时机有点晚了 他关心的话 他是能带走这个 如果说有牌的话 是应该就是可以带走周菜的 这个当然看不到他关心的牌 这个就说不好了 他是两上的 我不知道他是会不会关这个不去牌 如果会关不去牌 不去牌的话 是可以把这个周菜带走的 很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带走 会出现一些其他情况 看一看吧 毕竟这个是陆训啊 直接用蟹贴了一个兵啊 接着往下看 然后这个诸葛说说实话 我关心不太会 那好吧 关心不太会就不太会吧 在以上 再上 再上我感觉就可以闪了 这个剩下的牌不可能是9杀了 我觉得可以闪了 留一口9比较好 最后这一下可以闪啊 可能最后剩还剩一9一杀 可能就太少了 再起一下好的 那要是留9杀的话可以直接9杀一戒 哎呀这多好啊这盘 就差一个9啊 不然的话就可以带走这个 带走这个刘备月鹰又可以将 又可以将上一局那个 草皮那样联组 这个扫拳场啊 然后的话 现在你这弄了自己一血啊 比较危险 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转机啊 刘备为啥不杀张飞 不是这确实是确实是两张杀 该杀张飞啊 之前留口9是最好的 稳稳的带走 这个你就是全场的节奏了 然后然后这个我们开了一个南蛮啊 咱们看 特别的逗啊 陆续表示救我救我 你跟孟霍说我才不救你 那我要你的人头 然后一个南蛮 孟霍啥也没做直接收全场了 拍脚啊 就就就我这就是真的是那个天上掉馅饼啊 躺着都能赢啊 那个那个人头全都给孟霍了 真是躺着都能赢了 躺着都能笑他花啊 看见张飞看张飞有没有有没有杀 能不能带走孟霍 没有 好了那就是孟霍节奏起吧 悲剧啊 悲剧啊 没有剪辑啊 没有剪辑杀不到庞德 先把这个张飞带走吧 啊能不能收到什么牌 反正以孟霍的残局的生存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真的是躺着都能赢了 这个干嘛都能赢吃饭都能赢了 直接送人头啊 人头大理送过来 这个睡觉能乐开化 啊扔个沙藏个距离 这个还是比较明智的 防止距离被拆嘛 啊有距离一口酒沙拍过去 嗯 这个黄龙家孟霍还是挺棒的啊吃个好 反正现在的话都是没啥用了 这 那个孟霍这寒冰肯定要赏 嗯 你看藏个距离还蛮不错的 毕竟人家还是 毕竟人家有是有那个庞德的嘛 哦 周周周周周周在还有没有了 翻翻翻谁没没什么意义 这没有回合那个武 police 没有回合外的武将啊 反正 Cop答应不肯定打破老黄啊 应该是把距离下掉 他能挂寒冰还是挺虎的 戒刀 其实可以考虑戒一下刀 为什么不戒呢 尝试一下戒刀嘛 反正梦过的说实在的 还真不怕掉去 你看没杀了吧 刚才就一个杀嘛 刀戒过了 直接一记九杀再走了 然后就是获得比赛胜利 这两盘录像还是都蛮有趣的 两盘野心家的录像 感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